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天国的奥秘》又翻译成《许天的奥秘》 第五章第492节开始的 到535节 这个内容呢,好像我感觉是比较多 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们讲的事情呢,都是蛮类似的 都是讲那个上古时期啊 在这个圣经上看呢,它是不同的人的名字 它的后代像个家谱一样的 但是呢,在这个瑞宫的启示里面呢 实际上讲的是一代一代的这个教会 那我们呢,就从这个492节开始 第492到495这个三节 它都是在谈创世纪第五章 这个第五节的这一段经文 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 那么在这个圣言里面,也就是圣经吧 圣经里面呢,这个天就是日子和年色呢 它往往呢,不是像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一般的就是把这个日子和年色呢 作为一个时间来表达 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具体的状态 具体的状态,或者是一个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期 亚当死了 表示这顿执觉不复存在 那这是什么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在上古教教会呢 人们对于信仰呢 它有一顿执觉 这个执觉呢,就是他们通过主 执觉合为上于真 就像天使一样 与其说呢 是对世间社会的上于真的执觉 不会说呢 是对源于爱主信主的上于真的执觉 他不是人的信仰告白 而是被其生活所确证的告白 也告白清楚地表明了执觉的性质 以及他是否存在 那么这一段话呢 是瑞公对这个上古教会 有一顿执觉的一个解释 那这一段解释呢 我的理解啊 就是说在上古教会呢 人们对信仰啊 它不是一顿教条或者是教义 透过教义的认识 然后呢 去这个有良善的行为 或者是有仁爱的行为 或者是哪些是真理 哪些是谬误 它不需要 它不是一顿那种思考呀 那种分析呀 它就是一顿执觉 就像那个天堂里的天使一样 就是说他看到一件事情 看到一个状态 他立马就知道 他就知道哪一个是该怎么去做 该怎么去仁爱 该怎样的去良善 过仁爱和良善的生活 哪些是真的 就这样一顿执觉 那么那个瑞公就是说呢 在上古的教会呢 人们普遍呢 是有这样的一种执觉 那这种执觉呢 随着这个人啊 就是说那个 晚下仪团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恶的倾向啊 积累 因为这个恶在这个瑞学里面呢 他和这个团团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解释 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呢 这个恶呢 它是可以万下仪团的 当然仪团的下一代呢 它是一种恶的倾向啊 那这种倾向多了呢 它就会慢慢的让人呢 这一顿对信仰的 对良善与真理的这种执觉呢 就变得迟钝了 迟钝了 所以呢 亚当死了 他这个内在的含义 就是表明 上古教会里面人的 对信仰啊 对良善 对人啊 对真理的这份执觉呢 就不存在了 那么死的含义呢 是意味着状态的改变 一切呢 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样子了 那么在这个瑞宫的解释 对圣经的解释当中呢 我们知道 在前面的这些章节里面 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 呃 从这个亚当开始呢 这个人呢 是属于上古教会 上古教会 他的灵性呢 是非常的高的 非常的高的 然后呢 这种状况 这个随着人呢 这个不断的这样的增多嘛 这个一代一代往下全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属灵的状态呢 或者说是属天的状态呢 这个 就不断的 持动 不断的减弱 那个 持久不存在 啊 所以说呢 死了 他就代表着过去的那样一种属天的状态呢 改变了 不是像以前的那个样子了 那么圣经里面呢 很多的地方就用死 这个含义 它就是意味着状态的改变 比如说启示录里面啊 有这样的话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由神的气灵和气心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顾拉圣下将要衰违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这些死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状态的改变 一种状态不像以前的样子了 那么像耶利米书就说了 我必将生你的母亲感到别国 并不是你们生的地方 你们必死在那里 这个地方的母亲 他在这个内在的意识当中呢 也是指教会 就跟前面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教会呢 在走下坡落 俱见的堕落衰败 闪失了最初的完美 最初他是死 这主要是由于疑犬邪恶的加添 每一代父辈都在疑犬的邪恶上加尊邪恶 除非这一代人他纯生了 就是说我们说信主以后啊 纯生以后他就他这个恶呀 他就回转向着良善嘛 他就不会往下加尊 所以这个呢我的感觉啊就是说 全程的这个信仰 基督信仰就是说 亚当他犯罪了 这个罪呢 是世世代代让人也是讲疑犬的 也是讲疑犬 但是疑犬呢 是每一代都承担了亚当所犯的那个罪 都必须受到惩罚 这是全程上都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呢在瑞宫里面的 这个圣经的解释呢 他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也谈到了恶的这个疑犬的加征 但是呢他不是说亚当这一个人的 这个恶往下移权的 而是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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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特别是从这个走走背背的啊 不断比方说父亲他的罪恶 他的这种这个这种恶的那种习惯啊 那些习以为常的这些罪恶呢 他就会全给他的后代 当然呢全给他的后代的时候呢 他的后代呢 如果没有犯那个罪 就是后代自己没有去做 那么他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不需要代替他的父亲来受惩罚 但是呢 如果他去犯了那个罪 那么他就 因为这个罪恶和惩罚是 是关联的嘛 他就会有惩罚 所以说呢 瑞宫里面谈到的这个疑犬的邪恶呢 他实际上谈的是一种邪恶的那种倾向 这不断的增加 也就是说一代更比一代这个邪恶的倾向会更大 所以更容易犯罪 就是容易犯罪 那么 那瑞宫的解释就是说父母实际放下所有的邪恶呢 他都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这种本性 秉性的会往下疑犬 所以说呢 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像父母是吧 那个很好的个性 这些性格特征都跟父母很像 很像 很像 所以呢 瑞宫在这里面提到的是 疑犬的后代呢 他是这种邪恶的这种倾向性 那么有些人认为不存在疑犬之恶 声称这些恶呢 指亚当起 便根植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 就是亚当的罪 我们每个人都要承受 都要受到刑罚 都要受到惩罚 那个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人就要通过自己所放的这些恶 制造疑犬之恶 便讲起添加到 他曾经复模糊的这个俱恶当中 这个恶以此方式累积 便承留到他所有的子生后代中 他也不会减轻 学会被主存生 这是每一个教会 包括上古教会 这个堕落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经常就是说 反正这个疑犬 这个疑犬的这个 这样一个法则吧 或者这样一个规律吧 就是一代更比一代恶 所以说这个教会呀 他衰败 他是很正常的 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就对良上 就对这个仁爱 信仰啊 真理啊 但是呢 慢慢的呢 因为这个恶的倾向很大 就是我越往下的这个后代 人以犯罪 因为慢慢这个教会呢 他就会衰败 这些都是很正常 除非什么呢 除非 人存生 存生 就是 呃 在英文里面就是相当于 再生一次对吧 regenerate 就是啊 存生 存生以后 向着上 这个应该就是回转吧 那么这个情况才会得到改光 所以刚才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提到了死呢 那就表示那种许天的那种状况呢 改变了 第496到498节呢 就讲的是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 赛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乐士 是 那么这个赛特 对不起那个有点是不是把啊 的声音 我我已经把那个谁的那个麦克风给 认识了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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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赛特呢 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乐士 这个从这个呃 经文上来看的好像是人的名字 但是呢 实际上不是 他实际上居然是教会啊 他是个集体名词啊 赛特呢是第二个教会 也就是呃下一个 就是教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 啊 第二个教会 他不像他的父辈上古教会 那么许天 但仍然是许 被称之为上古教会之一 他活到了一百零五岁 和前面一样 也是表示这个时期有一个状态 生了以乐士 表示呢 被称为以乐士的另一个教会 是源于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名字呢 都指的是啊 另外的这个教会 那我得理解 实际上就是下一代的教会 如果按照人的这个这个家谱呢 是一代一代的 按照教会来讲呢 就是不断的有一个新的教会出来 不断的有 是新的不同的状态 啊不同的状态 那么赛特呢 他是第二个教会 他没有父辈上古教会呢 那么许天 但是他还是属于上古教会之一 由于上学的原因呢 就是由于这个疑团的邪恶呀 啊 这个人的直觉呢 对信仰 对真理 对仁爱 对良善的这些直觉呢 变得迟钝了 人们越来越什么的 越来越逼求感官 对自己的肉体的 那个欲望 感官的这个刺激 啊 就让自己所谓的理性 所以牵引 所以主导 那这样的话的人呢 就是对于信仰的那份直觉呢 就迟钝了 就消失了 消失了 所以呢教会呢 就他的本座而言呢 是居然的衰退 也就是说 或者说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 就是人变得越来越什么呢 越来越这个很血气的 是吧 不是很血年 而是血气 就是 生了伊勒斯 表示呢 伊勒斯的另一个教会 也是源于这些人 所以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名字 无非都是它表示教会 那么赛特生了伊勒斯之后呢 又获了807年 他就生了俊子和俊女 赛特共和了912岁就死了 那么好了 我们在这里面这个多少岁 啊 十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 912岁它实际上仍然指的是一个状态 一个一个时期一个状态 死是状态的改变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俊子和俊女 那么它的内在的含义呢 是俊子 圣经里面反正提到了这个子 俊子 它实际上呢 指的是信仰和真理 这一块的 那么俊女呢 它是在谈什么呢 在谈人爱和良善 所以呢 俊子和俊女呢 它实际上指的是信仰与真理 以及仁爱和良善的这种状况 也就是人的生命的状况 因为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主要的几个几个元素 就是信仰真理仁爱良善 但还有其他的几个 等会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一个图表 然后这实际上呢 也是教会的状态 所以说呢 他生了俊子和俊女呢 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他 也就是这个教会 他的那个灵性的状况 他的这个信仰的 生命的那种状况的一种描述 死是一个时期 或者状态的结束 是一个新的阶段的 新的状态的开始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在这个瑞学里面呢 他有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这个基本的概念呢 他经常会提到的 比方说信仰 真理 仁爱 良善 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 那我呢 因为在以前的这个 学习过程当中呢 我就把它整结了一下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表 那么这个图表呢 是我是做了一些绘整 然后呢 我个人的理解呢 把它和中国的这个 阴阳的这个学书呢 把它有一个对应起来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这不是瑞宫的一个 一个他讲的 但是呢 这些 他的几个基本的概念呢 是这样的 就他经常的瑞学里面呢 他就谈到爱 有的时候谈到圣爱 智 就是爱和智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或者是元素 然后呢 在瑞宫的学里面呢 谈到最多的就是良善 和他对应的呢 是真理 仁爱 和信仰 这是英文的啊 然后呢 他还谈到在生命 人的生命里面呢 基本的一块的意志 和认知 还有的地方呢 谈到了自由 然后呢 谈到理性 然后呢 很多地方呢 谈到俊女 妻子 女儿 这个有的时候 母亲 就是女性的 谈到儿子 丈夫 这个男性 然后呢 热 我们爱 热 爱和热 是对应的 我们说热爱 热爱 然后呢 这个智慧呢 是和光对应的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智慧之光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这个颜色呢 这是我的理解 比如说心呢 经常对应做浑色 肺呢 对应白色 那么在瑞宫里面呢 经常打比方来说呢 这个心 心脏和肺 这两个呢 做比较 那我呢 把这些呢 归拉起来呢 就是这些浑色的呢 是瑞宫里面经常提到的 而其中打信号的呢 是讲的最多的 就这么几个概念 他经常在那里讲 因为这几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教会的状态 人的生命里面的这个最最基本的 这个状态的一种描述 那这个呢 很类似的呢 我把它和这个阴阳里面 这个阴和阳呢 这个有一个比较 那么在瑞宫的启示里面呢 主它是在灵界是一个太阳 像一个太阳 那么呢 有灵流 这个灵流呢 是圈过天堂的各个层面 一直到达我们自然界 自然界 所以呢 这个光呢 如果我们要把它分呢 可以说成是圣爱和圣智的 这样一个结合 圣爱和圣智 它构成一种润土 这很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阴阳 然后阴阳合一构成一种平衡 所以我把这个呢 作为一个比较 这是我个人的 有悲定很正确 大家可以思考 是为了方便我们对这个瑞学的一些学习 那么我们中国人说呢 道的经理说呢 道胜一 一胜二 二胜三 三胜万物 道嘛就是我们说就是主 那个圆抽的那个源头 所以圣经也有说太抽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万物是借到他造的 就是一切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爱、智构成了润 然后呢道也是三生万物 我们经常说事情是似乎是一分为二的 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一分为二它就完了 这个它就两个在那里 实际上事情是一分为三的 就是说有阴阳两个层面 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 阴阳它还会变化 这个变化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 智慧在那里 这也就是我们开阶头里面呢 这里面它还有一个小的 如果你一分为二没有这里面 这个小的 那它就一个死的 它就不会变化 是吧 那么它要变化实际上是一分为三 就是它里面还有一种力量在那里 所以这个阴阳它合一构成一种平衡 这种构成的消长的这种智慧和这个力量 那是第三个层面 那这个呢才能跟这个人格化的 跟神这个相关联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呢 所以我就把它挥大到一块 也不一定很正确 特别是和阴阳修学的对应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仅供大家参考 那这里面我就是说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或者在瑞文里面呢 就是这几个概念 大家可以把它就是说会经常遇到 遇到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是把它分类成 两个人气吧 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经常提到良善 这个良善它跟真理得应 仁爱它和信仰得应 意志它和认知得应 然后呢它和女 女儿妻子 都一般的和良善和仁爱 和这个意志感性这一方面得应和爱相得应 然后呢真理啊信仰啊认知啊理性啊 和男和理解和智慧啊 这方面想得应 好了那这样我们再回过来 就是说众子和众女啊 如果我们对这个有一个归拉啊 我们就很容易就能理解了 子它一般都给信仰跟真理这个层面啊 这个右边的这一块是一切观点 众女呢它这个仁爱跟良善啊 这一块相观点 好那么第五百到五百零三节呢 讲的是创世纪第五章第九节 伊勒斯活到九十岁升到盖南 这个当然又是一个新的教会产生的 伊勒斯表示第三个教会 在许天的方面呢 他比他的第二个教会叫赛特的教会呢 又更差一点 但他仍然去上古教会 而盖南呢是接下来的第四个教会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教会的这个更替交替 一个成另一个生出来 他就好像是瑞光做了一个比方 就好像是这个水果里面呢 那个果实里面的准子 以他那个核心的或者内在的部分呢 可以说呢是更接近他的本质的 越是到外围的发展周边呢 那就好像要更差一点就是 这个要更差一点就好像那个果实的这个 这个他的本质呀 越是核心那个地方 他越是接近他原来的本质 所以呢随着发展的好像就是向外围发展 所以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代一代的发展呢 因为人的这个追求 追求这个自我指导 不是被主引导 那个人呢是更加的信任自己的判断 理性 就像那个蛇 亚当说的 你吃了你就会像神那样的明亮嘛 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本来是有执觉的 从主那里那里得到的 一下子就知道了 对吧 但是呢 其实说人对肉体感官的这个重视 特别是决定自己的这种感官上的这种刺激 这个对这种理性的这种 骄傲或者是追求 觉得自己靠自己能做出很多的良善很多的仁义 做靠自己能够行 那越是这样的话呢 就越是偏离了信仰 越是偏离了信仰 因为我们从这个前面的教导也可以知道 从人来的呀 实际上是谈不上良善和仁义的 实际上都是 都是就是说 很恶的 从人来的 可以说都是恶的 我又从主那里来的才是真正的仁义和良善 所以最后在这里做了一个比方 打了一个比方 就好像越是这个水果的外围一样 它的营养啊 它的这个本质啊 你那个核心呢 就越是远一点 越差一点 那么 瑞光呢 他就对前面这个亚当 赛特 伊勒斯 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说 人们对信仰 对主的认识 对良善 对仁爱的认识的执觉呢 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普通 啊 甚至到后来呢 就没有了啊 啊 特别是后来这个 我们说叫古教会 这是上古教会啊 我们再往下 这个瑞光他就讲了 就是叫古教会 就是上古教会的执觉 那不仅仅在于执觉 何为善于真 还在于执觉行善的欢喜 或者是快乐 就是说 呃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方说一个一件 一件什么事情 要帮助别人啊 是吧 我们现代人往往就会有一个 犹豫的 我们不是说 我们执觉的 下意识里面 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 不是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说 呃 打个笔锋嘛 比如说 啊 我是基督徒 对吧 主耶稣教导我们 应该要去爱人 应该要去爱您上 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应该要去做 就是说 是成 这个 信仰 成这个真理的这一块呢 向着这个仁爱 向着良善去 去这样的变化的 先是有教义 有信仰的认识 理解 然后才会有跟他想对应的一个 良善和仁爱的生活状态 而这个上古教会呢 他不是这样 他就是执觉的就是仁爱 就是这个良善 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然后呢 他是用这种行为呢 去验证他的信仰 哦 这个是什么样的 是真理啊 呃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的 呃 他是 他是一种被验证的状态 就好像这个心肺功能 对吧 这个心 他好像在前面一点 啊 就是这种爱呀 爱心啊 他是 首先是这样的 这种状况呢 在瑞宫里面呢 被称为是鼠天的状态 鼠天的状态 那个 这是最高的 最高层面的 这个良善这种爱 啊 这种仁爱 所以呢 上古教会随着这个发展呢 这种状态呢 他是不断不断的紧弱的 紧弱的 上古教会的人呢 他说在执觉的就是说呢 我执觉 应该是怎么样去行善 怎么样去做的时候呢 他会 感到欢喜 感到快乐 感到快乐 因为瑞宫就说了 一个人啊 你 你就 行善 去 有仁爱的行为 如果你不觉得快乐的话 你是做不下去的 你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呢 上古教会所仍有的爱 以及成爱而引申出来的性 这个生命 它是一个发挥 温润的生命 也就是伴随着 温润的善于真的生命 那事情 是由爱即性 这个应作这个仁爱 这个而去 这个真理啊 得信仰啊 有这样的一个确证 那么呢 这里面就提到的就是说 人们得认的 就是说 这个认就是公认啊 公认就是 比方说服务他人 对吧 按照自己个人的恩赐 去帮助别人啊 去这个 示奉别人啊 对吧 去服侍别人 这些都是一种公认 那么呢 主呢 他具于生命呢 都是由于这个认 啊 通过认 造作这个认啊 没有认的 其中就没有生命 没有认的 就会丢弃了 那么上古之人呢 是主的样式 因此在执觉上呢 他们也成为他的形象 所以我们说 主的样式和形象 执觉在于知道 何为善于真 知道何为信的实质 不满足于知道 还要行出善于真 自立于用 啊 就是说 我们他是这个 我们知道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呢 信仰的本质 他实际上就是忍耐和良善 不是说信仰是有一个教义 一个很正确的教义 然后我们去念念教义 然后一个很正确的 对真理的一种描述 不是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怎么 都是外在的东西 信仰的本质就是说呢 我们认识了信仰 我们这个认识了真理 他是一定要 转化成为我们生命状态的一种改变 这种改变就是有人爱的和良善的生活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正确的教义 这远远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表 这个很很表象的东西 外表的东西是很外在的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这个世界 我们甚至说带不走的 它是一种知识都会丢下来的 我们能够带得走的是我们的生命的状态 那就是仁爱的良善的这种生命的状态 所以呢上古教会呢 它是先有这个先有的这个生命 仁爱和良善的这种一个直觉的认识 就他一下子就优先的抓住了这个本质 抓住了这个本质 这个本质是良善和仁爱 它是一什么样的表现呢 是成为发挥公运的表现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有欢喜有 那么创世纪504到505节 讲的是这个水天的奥米养504到505节 讲的是创世纪的第五章的第10到11节 他实际上看上去又像是家谱 以乐士生该男之后 又活了815年 他生了俊子和俊女 以乐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那这里面日子和年岁 俊子和俊女以及这个他死了 那怎样的意思我们就不多重复了 日子和年岁呢 字面上它是表示时间的 就是内意而言呢 它是表达状态 是有什么事吗 就是日子和年岁呢 我们现在都是表达时间 但是内意而言呢 它是状态 这个天使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时间 因为对他们来说呢 太阳和月亮的活动 它不是产生时间的划分 因此他不知道年、日、日 这种是时间的这个状态 他知道是什么呢 知道是状态积极变化 所以呢 在这个天使的认识当中呢 关于物质的空间的和时间的这些 他都消失不见的 他看到的都是事情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科学家 我记得 比方说相地论啊 或者一些物理学家 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学里面 我们也都在强调的就是时间啊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时间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错觉 是一个幻觉 它是什么一个幻觉呢 它是一个 对状态变化的一顿度量 一顿度量 比方说我们看动画片 对吧 或者看电影胶片吧 我们就这么说吧 我们说啊 在三个半小时里 一个半小时里面 这是一个电影故事 但是事实上 那个一个半小时是我们 这个发明出来的 是一顿 一顿就是说我们界论的一顿概念 实际上就是一顿胶片 这个胶片里面呢 它就是一幅一幅的小的图片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一个一个不同的状态 我们把这些状态对它进行比较 就构成了一种时间的概念 所以时间呢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东西 它是我们的一种认识 一种认识甚至是一种错觉 所以呢 这个在圣经里面呢 它的内意里面就表达了这样一点 也就是它只是状态 比方说太阳从灯边升起来 早上九点 它实际上就表达的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太阳和地球 咔嚓一下 你像你拍个照片一下 它是九点的 那样一幅照片的那样一种状态 所以呢 圣经里面凡是提到时间的 在它的内意里面呢 都讲的是状态 那么接下来就是创世纪的这个15到20节呢 一样的 马勒列活到了65岁 生了雅列 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 他生了郡子和郡女 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死也是代表一个状态的结束 雅列活到了162岁生了乙勒 这里设计上就是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教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晚下的变迁了 这个执酒也就是属天的那种 对良善与真理 对良善与仁爱 信仰与真理的执酒呢 减弱了模糊了 而且慢慢的就开始消失了 嗯 由善而知真 也就是先成良善而认识到真理的 他是一种属天的状态 那么反过来我们说把通过认识真理 然后才带来这个良善的行为的 又把它成为一种属灵的状态 就比这个属天啊 他的灵性的程度要低一些 马勒列他的教会之人的生命是这样的 相比润的快乐 他们更喜欢真理的快乐 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相比如说服务他人 服务别人而有的快乐 他们更喜欢对这些真理对教义 这样的一些认识啊 一些学习啊 这样的一个快乐 瑞公在来世 就是瑞公说他自己就是在灵界啊 他到了他们这些人当中 感受到了他们的 就是这种这样的一份快乐的 这样的一份体验 这个看到这里啊 学到这里呢 我就想到了在我们教会里 就是我们社会上啊 经常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 弟兄或者姊妹啊 他们不喜欢去服务别人啊 他们在家里面不喜欢 比方说有个姊妹对吧 不喜欢在家里服务他的丈夫 服务他的儿子 他喜欢到教会去听道啊 去战备去这个敬拜神 去赞美神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这个类似的 就是说不愿意去在服事当中啊 去落实自己的信仰 去见证自己的信仰 去见证自己的信仰 而是通过一种对信仰的 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一顿对真理的认识啊 这样的一份 他觉得更加的快乐啊 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他们更喜欢去研究教义 去研究这个去做礼拜 他们不喜欢去服务之为的人啊 他们觉得那是很世俗的事情啊 那个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 那是那是圣洁的 是属灵的 恰好相反啊 我们很好的服务我们作为的人 那比你到教堂里面去敬拜啊 从某人意义上来说呢 那才恰恰是体现了我们信仰的本质啊 所以服务他人在某人情况下 他是更好的敬拜 那么雅列教会呢 他这个没有提到很多的信息 但是呢 瑞光他就说呢 你只要看他前后 这个教会的这些状况 知道因为他叫尊爹嘛 他叫尊爹 那么这里面呢 那个这些年色的意思和前面都是一样的 指的是他们一个时期和不同的状态 那么瑞光就说了 如果说这是一个人的话 那不会是962岁的 这肯定是 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有些地方他还说了 他们的日子是120年 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些年啊 真的是像我们一般按照字面上来理解 是他们的年龄的话 那这个差别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具体的年色并非是指某个人的寿命 而是指教会的一个一段的时期 他的那个状态 那么创世纪第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指以乐获到了65岁 生了马头沙拉 以乐生马头沙拉之后呢 于神腾行三百年 他生了俊子和俊女 这个生了俊子和俊女呢 这个我们已经理解了 指的是那个仁爱良善以及信仰和真理的那种状态 那么以乐呢是第七代啊 第七个教会 马头沙拉那是第八个 那么这里面呢 瑞宫解读于神腾行 他在表示关于信的教义 也就是偏向于这个认知这一块的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图表呀 是在左右边这一块 于耶和华腾行呢 是指的是获出爱的生活 是在右边这个学爱的这个仁气 仁爱良善 那个就是左边的那个那一块的 所以他这个说法呢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指嘛是蓝的 铝嘛是铝 是这个 还是像左边 刚才那个图表嘛 大家可以 就是归纳起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说法我们 因为说实在的 如果不是看瑞宫的这个书呢 那我们一般都想到 与神腾行 和与耶和华腾行 他是我们 纯等的认识 但这个是一样的 是吧 没有什么差异的 但是呢 瑞宫在这里特别就表示了 一个人表示 关于信的 信仰的这个教义方面 那么与耶和华腾行呢 指的是 活出来爱的生活 是刚才我们这个图表的 这个一提到这个爱 我们可以说 这边是属于爱的人气 相当这一块 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信仰的 智慧的 在这一块 就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呢 与神腾行 如果谈到 涉及到这方面的 信仰这一块 如果是涉及到了这个 仁爱的生活 良善的生活 谈到这一块呢 那么圣经里面是认识 与耶和华腾行 这个表达 尊子和尊女呢 也是一样的 表示真理与良善的 这个教义的事物 良善的教义的事物 那么呢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也就是以乐的那个 那个时代呢 开始什么呢 开始有教义出来了 就是把以前的前辈们的 那些信仰上的一些事物呢 把它归拉整理 变成了购置神的教义 以这些教义为准神 来认识 何为善于真 也就是对善于真的那种执觉呀 已经没有了 或者说是很淡了 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以乐 以乐就表示一种什么呢 一种是教义上的这种 代表 所以呢 以乐之名呢 是教义以表示 这个教导的这个以乐之名来表示 就是在以乐 就是在这个教会时期 开始整理去教义出来 透过这个人们对教义的学习 然后再去认识 善于真 因为这善于真 这个认识已经很模糊了 这就没有了嘛 只能是通过这个 整这个教义这一块 就是退而求赐了 那么这个行 实际上就是生活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 会有行在理法当中 行在利力当中 行在真理中 所以行呢 它是 这个实际上是生活的 是关乎于真理的 因而是关乎于信 或者是信之教义的这个道路 行在神的面前 就是行在信的真理当中 所以在提到神 行在神的面前 往往就是和真理啊 和教义啊 跟这些是相关的 跟耶和华同行 或者在耶和华的面前 都是和仁爱的这个生活相关的 以乐恭贺了三百六十五岁 以乐于神同行 神将他起居 他就不在世了 那么三百六十五岁呢 表示很少 以乐于神同行 表示是信在教义方面 这一块 神将他起居 他就不在世了 表示教义被保存 以被后世所用 也就是说 从以乐教会 这个时期开始 教义出现了 然后呢 人们通过对教义的学习 开始去 践行教义 践行这个良善于仁爱的生活 因为在以乐以前的 这个教会呢 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允许的 因为那个时候人有直觉 在一个人有直觉的时候 他就没有必要 再通过这个教义的途径 去学习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东西 那么乐观做了一个比方 就是比方说 有些人 他已经知道怎样清晰的思考 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学习 去思考那些规则呀什么的 是吧 如果你这个时候要他去学习 他就会混乱的嘛 因为他本来已经很清晰的知道了 但是呢 因为在伊洛的那个时代 那个教会看是人们 他不清晰 践道中直觉啊 践道中那个信的这个本质啊 对这个信仰这些本质 真仰的真理的这些本质呢 他已经是很模糊了 所以没有办法了 所以只好是通过发展教义 去完善这些 那这个也是主说允许的啊 是允许的 因为主也知道 往后 往后的人啊 他必须是这样的 没有办法了啊 所以呢 只能是通过这个外在的渠道 通过教义的学习 就允许他们通过外在的渠道 也就是身体的感官去认识 善认识这个真理 那么瑞文就特别强调了 这个两者呢 是差别是很大的啊 属天自人的直觉啊 那实在是绝非笔墨所能行人 因为他们能进入自细节的啊 自微的细节的地方 今天根据状态和环境 随机应变 由于已经预见 善古教会的直觉会闪失 随后人们将通过教义的学习 可谓真与善 所以呢 他们将借着暗来救光 所以这里说呢 神将他取句 也就是说神呢 保存这个教义 以备后事所用 那么瑞文他在临界的时候 他感受到了 那个被称为以乐的 那个教会啊 就是那些人的 所拥有的直觉呢 是很普通很模糊 不清晰 不清晰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心字人的心啊 人的可以说是啊 心心里面所想的 或者是所聚焦的呢 都是自身自外的 教义的 这些事物啊 因为瑞文在写这些的时候 他很明就的说呢 他和这些状态 是是有连接的 就是他甚至去体会那些人的 那种感觉 那种认识 那么这个也是再往下啊 就是说 马土沙拉活到了一百八十七岁 省了拉末 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 下来 那么马土沙拉呢 是第八个教会 对不起 那么我先 先这个 这个马土沙拉呢 他是 第八个 拉末是第九个 到了这个 拉末这个地方开始了 他是一个荒废的 荒废的 所以呢 一个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是表示一个新的教会 就是新的 在新的教义下的 兴起的一个教会 所以在这个拉末呢 他表示荒废了 就是以前的这种状态 已经是不复成的 人们呢 是马土沙列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马土沙拉呢 都表示即将死亡之物 而拉末呢 表示 也毁灭之物 那么到了二十九节呢 是 叫罗亚 是罗亚我们知道啊 这个故事就比较熟悉了 那么是罗亚开始呢 被称为 不再称为是上古教会了 是上古教会结束 古教会开始 古教会开始 那么这样这些经文 这个儿子 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 安慰我们 这些操作劳苦 是因为 耶和华走坐那地 像这个呢 是表示教义 为我们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 安慰我们 这些操作的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走坐那地 跟前面讲的一样 人名的都表示教会 也等同于教义体系 因为教会凭教义存在 而起名 起这个起名 因此呢 罗亚呢 它是表示古教会 是表示成上古教会 沉流下来的教义 前面已经说明了 教会或者教义的情况 他们已经堕落到了 没有一丝的信的良善 与真理沉流的地方 所以到达这个点的时候 教会在圣言中呢 就会称为呢 荒废了 荒废了 但是呢 仍有愚民存在 就是说 在这些 比如整个 就整个有一些人 他们已然是 仍有真正的信仰 和真理 而且呢 是这个 在这个良善与仁爱当中 一定会有的 这些人 被称为愚民 或者呢 是在每个个体里面呢 也会余流一些 这些真正的信仰的 仁爱和良善的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的话呢 人 就会比这个禽兽更为低一级 更不像人 越是像人的 它越是说明 从主那里来的 接受的这个流罪呢 是越多 越是呢 这个保留的这种 良善仁爱的这个成分呢 越是比较多一些 那么上古教会呢 它的这个余流呢 就构成了名为罗亚的 教会的这些人的生产 那么这个呢 并非是一顿直觉的余流 而是一顿呢 叫文整性的余流 也就是教义的余流 也就是从古教会开始 教义 从上古教会 一直到这个往下整理的 或者是发展起来的这个教义呢 被余流了下来 是一个新的教会 因为每一个教会 它都基于某一个教义而存在 一个新的教会呢 被兴起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 有几个经文 有几个经文的理解 特别是那个 耶和华 走咒 因为从这个经文上看的 好像是耶和华的走咒人 走咒这个他们 实际上呢 嗯 这个理解呢 是不是这个样子 耶和华走咒之地 带给我们手中的劳苦 表示他们呢 无力行善 这描述的是拉默 或者是一个荒废的教会 但人凭自己 或者自我求真行善的时候 就有了操作和劳苦 结果就是耶和华走咒之地 也就是说呢 成人而来的 不非是假与恶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啊 我们就是说我们人吧 就得凭自己 或者自我求真行善 对于求这些方面 那就是好像是操作和劳苦 结果就是耶和华走咒 那么在这个耶和华的走咒的含义呢 那245节呢 瑞文有特别的解释 那为了方便呢 我就把它折漏过来了 折漏过来了 就是这个走咒呢 它是一种说法 怎么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首先呢 我们必须明确 主他曾来不走咒任何人 他不发怒 不试图 不惩罚 更别说走咒了 所有的走咒 他是来自于魔鬼 他是跟这个罪恶 虚假 妙误相关联 就是带过来 所以圣经里面呢 多句都说 耶和华神卷脸发漏 施法 试团 乃至毁灭走咒 这是为了叫人相信的 主掌管安排宇宙的万有 就连罪恶 惩罚 试团 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也就是说 这个比方说一个人 他作恶 他陷在这个虚假 妙误当中 他当然了 他就会有走咒 但这个走咒 不是从耶和华来的 而是从魔鬼来的 因为这个人 他有邪恶 他的这个妙误 他是跟这个魔鬼 跟地狱相邻的 但是呢 即使他取在这样的一种走咒当中呢 他也逃不过耶和华的守战心 可以这么说 有比方说如果这个人 他悔改了 或者是他 他这个向上了 对吧 他有改变了 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 都可以转变 所以说呢 那么 圣经里面这样说 是为的是要人们接受 这种人同的观念 这样以后就可以学习了 主是如何的通过 把这个惩罚或者是释放 转变为良善 来掌管安排宇宙的万有 也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他 向着良善来 改变了 他的命令 仍然是可以被改变 然后呢 仍然是 那一些的惩罚呀 那一些的咒咒 那一些的这个 这个不好的这些呀 他都可以呢 是 转变为一个 向着好的方向嘛 作为一个转变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 对吧 就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 神 曾来不走作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人活在这个走作当中 绝不是说神走作他 而是人的邪恶 这个 谬误 虚假这一点带来的 但是神地狱是 母国那里来的 第三 即使是取得这个环境当中 神仍然是可以的 是在掌管的 他仍然可以转变成 向着良善的 如果这个人改变了 如果这个人不改变 那他没有办法 是不是 如果这个人改变了 他的生命 都能够改变 然后呢 他所说的成法呢 反而会成为他转变的 或者是一个 一个什么因素啊等等 所以呢 这是我 这个看到这里呢 我是想到的 安慰 指的是 那位的儿子或者是罗亚 他表示一个新圣诞 表示一个新教会 圣罗亚以后呢 就成为古教会了 跟上古教会 就是又是一个新的时期了 该教会或者罗亚也表示平安和平安带来的安慰 然后罗亚的后代啊 就是又是啊 这里面有好多一样的 我们就不提到 郑子和郑女 郑子和郑女 罗亚的后代 在陕、韩、亚复 是表示三个古教会 他们的摩教会 就是起名为罗亚的古教会 那么罗亚的教会呢 他不能算到魂水前的上古教会之列 他只能算是魂水以后的古教会 那么前面频繁地提到了魂水前教会所拥有的这个直觉 就是对良善、对仁爱、对信仰本质的那种直觉 现在呢就是完全不为人知了 有些人对他毫不知情 甚至以为这些直觉是一种持续的启示 就人不断地在那里 告诉别人啊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是这样的 或者人里面余生俱来的东西 有的甚至以为纯粹的是幻想 有的还以为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但无论他们怎么想 事实都是直觉是属天本身 主将他赐给那些人有爱之性的人 就是因爱而即信的人 我是这么理解啊 就是爱在前面 错过爱去认识性 而且变化无存的直觉 变迹了整个的天堂 那么为了让人们对直觉也说了解文具的灵敏 瑞宫他说 在描述下面就要描述呢 是天堂里面 就有着各种各样的直觉 那么这这这刚才讲的呢 这这一节这几节呢 他实际上就是这个 从圣经来看的是一个家谱 他是从上古教会 洪水节 罗亚的以前的是上古教会 他的这个直觉 仁爱良善 信仰本质这个直觉是 从鼎盛的 凡人的慢慢的到消退消退消退 和荒废 然后呢到罗亚以后呢 是成为古教会 这个这些直觉呢 已经几乎是不再存留 这教义看守延续下来 慢慢的往下发展 所以这几节呢 比较是介绍启示录 这几节经文呢 比较实际上谈的是一个教会的 两大形态的教会 就是上古教会 许天的状况的 share back 和古教会的 产生 以教义开始 以教义为核心的古教会的 产生 那就是这就是 我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享 大家有什么我们有什么 那个问题 或者想法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aways 感谢观看